Hello,大家好,我是竹编手艺人小宽 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个竹编的篮子 让我给它进行一个修补 这个篮子的把手,包括篮子的身子部分有几处竹面的断裂 然后把手原来是用毛线和竹面缠绕的 现在线已经脱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篮子的侧面呢 还有就是手工雕刻的鱼 然后包括这个鸟还是凤花 然后还有一些草的花纹 这个也是代表就是当时的一种寓意 吉祥的寓意的 然后这个篮子的盖儿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篮子的盖子部分呢 还编织了福禄寿喜这样四个文字 喜呢它分为两个部分 围绕在福禄寿然后三个字周围 然后像上面呢还有一些符号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篮子的身体部分 然后底部呢依然是一个三角眼编织 这个三角眼呢就编的比较细致一些 就是它是在六角眼的基础上 然后穿了三根比较细的面 然后这个六角眼呢它是用了两根 就是它有一个对比 有一个层次就比较好看一些 然后像这种底呢是椭圆形的 椭圆形的话呢就是比圆形的底要难得多一些 椭圆形因为它不是非常的规则 要比圆形或者正方形呢都比较比较有难度一些 不清楚 感谢 T4 T4 T5 V2 T5 T5 T65 T6 T5 T6 T6 T7 T7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这个就是这个饭兰的最后的一个修补状态 然后这个把手呢是用的本色的藤 这个藤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呢 它会发生这种枣红色的一个变化 像这个篮子呢它破损的不是太多 就是它基本的框架还在 只不过是有一些竹灭断裂了 这样修补的话呢会比较方便一些 如果说这个篮子破损的比较大的话 就不太建议去修了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是小宽主公 谢谢大家